伊丽莎白莱丁格的防守 将球打入了球门的右下角 大家看 莱丁格整个进去也不是很低 有可能门将在解球比较中 将踩起只铺一面的防守摄入 9号马林安德森 住跑 射门 球北中攻队的门将高宏哭了出来 9号马林安德森 住跑之后是右脚的脚内侧 推射球门的左脚 但是力量打得不够 门将高宏捉对了路将球击出 射门 对方的门将莱丁格再次向左铺 捉对了路 但是球速很快 而且也比较滑 这样的话 莱丁格虽然捉对了路 并且你的左手掌还碰了一下 球菜滑 结果还是滑进了球门的左下角 维特库尔处罚第二轮件决 再次处罚 球进了 冷静地用右脚的脚内侧 挥射球门的右下角 中国队的门向高宏 这一次也是捉对了路 但是对方角度打得更丢 随后 射门 球进了 中国队前三轮 三伐三众 看来 中国队在 加持赛的后半阶段换上防守型的队员 完全教练员对于野球决战还是有一定的信心 赛的助罚三步 射门 高宏 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做任何动作 但是台湾人 这个球已经进了 高宏也认为他还没有 没有迷迷 台湾人还没有迷迷球就已经 从对方的脚强射入 有一队 正好是九队 孙明老队长 随心霞顾跑 射门 从右进 中国队四伐四众 随心霞曾经在日本 职业足球俱乐部队 踢过两年的九队 所以厂的经验比较多 前面队长发出色 速度很快 打球门的中 队员队是四号 老队员苏哈格 第四个为瑞典队出场 来出发点车 苏哈格前32队是一名老队员 经厌丰富 意志品质相当的顽强 苏哈格射门 楼进 这样的话 在前四轮点球之战中 双方中国队 现在是 领先一对手 关键就看 最后一轮的比赛 总比分 中国队现在是5比4 中国队第五个 出场主发点赌的 我们现在还没有看见 这是十号来自北京的刘爱玲 这一轮是比较重要的 刘爱玲 为瑞典队铺出了中国队 刘爱玲射出的这几点球 刘爱玲也是右层的脚内侧 推对方球门的左下角 球打的是一个半高球 这样的球是最容易铺的 因为没有什么速度 瑞典队铺出场的是第五位选手是13号 是13号 奈斯沃尔德 安妮卡 奈斯沃尔德 射门 再次被中国队的门将高宏 突了出来 以5比4的比分 战胜了实力强劲的东道理瑞典队 进入了第二届国际独联世界杯与子足球紧销态的思想 同时也到了1991年 在首届世界杯足球赛四分之一绝大中 输给瑞典队的一箭之筹 中国队从瑞典队的比赛 全部的给你转播网 再见